这条题目有四个数字给我们 分别就是P、Q、2P-1 over Q和2Q-1 over P 发觉这四个数字就有对称关系 也就是P和Q倒转位的话 我们得出来都是这四个数字 既然我们今次见到的题目是与对称有关系的话 我们一般见到与对称有关的数字的做法都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有两个数字 这两个未知数分别就是P和Q 我们首先就会切 P这个数字是大个或者等于Q的 由于对称的 到迟些就可能会有风水轮流转 但是我们一般都会倾向用这种方法 就可以简化这条题目做少很多东西 我们如果有这种关系的人 然后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 剩下这两个数字 例如我们有2Q-1 over P 由于它是整数 我们可以缩证一下它的范围 那这种东西呢 它当然小过就是2Q over P 由于这两个东西 怎么说呢 P和Q都是要取正数 所以这个减完1之后 是会小过2Q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 由于它们两个最小的值 我当它是可以拿1 所以这个东西最大最大呢 那 只可以是2 就是这样 那既然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那我们 就知道这个分数呢 最大只可以取2 那由于它又要是一个整数的关系呢 所以这个东西 它只可以取1 那 接着我们就是这样 用这种方法 就夹了一个等式出来的 那所以呢 我们有这一条式 2Q-1 那么over P 等于1 也就是这条东西呢 就等于P了 那 而是这呢 那我们又可以继续去化简的 那将这一条式呢 我们刚刚就用了这一个分数 就是第四个的 那然后呢 我们就将它代入到第三个了 那第三个分数呢 我们有 2P-1 over Q 那 也就是可以将P 10 在这个位置 那 那 这个东西也就是等于 2乘以2Q-1 那 这个东西再减1 那就是over Q的 那整理一下呢 这个东西就会出现 4-3 over Q 那 那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等式 那 那这个等式 又是因为它是需要整数的关系呢 那 所以呢 Q 这个东西呢 那 那就可以 一定要是一个给三整除到的数 不是 三可以整除到Q Anyway 那 那就是这个分数呢 出到来一定要是一个整数的 那Q 可以取的值呢 就只有1 和3 那 那 又或者-1-3 那这样寫好一点的 那但是呢 题目呢 就 constraint了 Q 是大过1的 那 那 既然大过1的话 就是正负1都不对 那 负3又不对 那 那Q呢 就只是这样夹 就夹完 就只可以等于正3而已 那既然Q等于正3了 那 那 塞回去这个部分的话 那 p 我们就会计到 p 就等于 正5了 那 一个正3 一个正5 那这一条题目 它要我们找 p加q是什么 那理所当然 p加q 就是等于正8了 就是这样子 啦